朋友们大家好 书界上文 这一集我们继续讲一讲 怎么使用这个材料目录 材料目录来赋予材质 好 我们还是找到素材这里 素材这里呢 我这里为了方便操作 我调到客房这个 室内空间这个选项 好 这是我们看到这个门 柜子旁边这个门 我在材料目录中 找到这个门 我用一个什么呢 用这个峰墓 双吉他 这是这个门 就出来了 出来这里 因为还是什么方法呢 按住 在这里按住鼠标左键 然后拖 我一拖之后 这是我们发现 这个门 门框 在这个门 整个都被这个材质赋予了 你看两个折页 这里非常丑 所以我们Ctrl Z退回 这里应该使用什么呢 我们看这里第二选项 使用素材 我点它 一点它变成什么 油气桶 这个我们用过PS的朋友都知道 油气桶干嘛 点嘛 是吧 这时候我们发现 这个门变成了 我们需要的 而门框没有 那门框 等会我们再赋予材质 好了 同样 这里我们调整一个合适的位置 给这个 卫生间这个门 这是我们点了油气桶之后发现 这个素材的材质的尺寸不太符合 我们点一下它 点一下这个门板 这是我们发现出现了好几个小点点 是吧 这几个小点点干嘛用的呢 我看左下角这个 我点一下它 这是我们是可以移动 移动 这个素材 调整它的方位 这里呢 右下角这个小点点 我们看 它出现左右箭头 按住它 按住鼠标 左键 拖 往左边拖 这是我们发现门把手回来了 那同样道理 上面这个也是 下面这个是干什么呢 旋转 如果按住它呢 就可以旋转这个素材 好推出来 那么我们看这个门的背面 同样的道理 我怎么样呢 油气桶 果断的喷 这个我还得重新调整 我这里用另外一个方法 点一下这个门的素材已经做好了 然后呢 我再点使用素材 因为这时这个尺寸呢 是已经调好的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用了 好 那么 这时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你这个门把手在右边 而这个门把手在左边 它不对称 是吧 这不好看 那怎么办 刚才我们讲了 可以旋转 找到这个旋转按钮 然后给它旋转多少 180度 这样呢 这个门把手就过来 只不过呢 这个门把手 这个钥匙孔在上面啊 不是很好看 但是没关系 这里这个我们不要去那么精确啊 就差不多就可以了啊 好了 那这两个门的材质赋互罢了啊 这个门框我们再看 我找一个什么材料呢 门框 我找到这个 木质材料吧 梧桐啊 梧桐这个比较好看啊 双集它啊 好 那这是我同样用油气筒 使用素材啊 这里背负一个梧桐 颜色啊 那这个柜子 我都用这个梧桐啊 这是这可以直接用拖动了啊 拖 拖 啊 这几个柜子变成梧桐了啊 这几个桌子 我同样啊 拖 按住拖啊 还有这个床啊 床的这个靠背 床体啊 这个床头柜 还有这个桌子 啊 桌子腿都变成了这个梧桐 颜色啊 好 这里所有的木质材料 我就都 房间里的都复制完了啊 好 我们再看一下 还有啥呢 啊 地板啊 地板这里我好几块地板啊 卫生间还有这个 呃 房间的 我先把客房的吧啊 客房我先看一下悬关的啊 悬关的我用什么呢 嗯 往下找一找啊 看哪一个好看一点 这个项目觉得可以啊 用这个吧 深色眼 双地 然后怎么样呢 拖 啊 这是玄关这个 入口这个地板 拖出来啊 然后下一个是客房的啊 客房有哪个呢 用这个 然后怎么样的拖 啊 这是客房这个地板也做好了啊 这两个地板啊 下面还有哪里呢 卫生间啊 我 点卫生间这里啊 卫生间地板啊 这里我地卫生间用瓷砖应该啊 网上找瓷砖啊 地板砖白色啊 然后拖 卫生间啊 卫生间的墙呢 墙我看用哪一个啊 墙 墙也应该有瓷砖 一拖啊 那这是一拖 我们回到这个楼层选项 发现个什么问题 你一拖之后所有的墙面 原来这个客房里面的墙 也变成这个瓷砖了 这个不符合我们要求啊 那这是刚才 用我们刚才的方法 什么游系统工具啊 使用素材 点一下它 哎 这变成游系统了啊 那还可以怎么样呢 啊 我这样 按住鼠标左键 这样可以啊 不停的这样去赋予素材啊 这样比较方便啊 注意按住鼠标左键这样啊 好 还有几个面啊 这一个面啊 好 卫生间那我就多用瓷砖 啊 这个材质 多用瓷砖这个材质啊 好 这里基本上就 需要这个材料目录的啊 我们基本就完成了啊 好 那这一集呢 就先到这里 一 一 几一